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竟然一路打到了外太空去 所以呢 今天我们会先聊聊马斯克的太空AI计划 然后再回到地球看看GPT跟Gemini这两大巨头打得有多火热 最后重要的是 是看看这些神仙打架 到底为我们的手机带来了哪些超猛的新功能 好 准备好了吗 我们就先从外太空开始吧 好 那我们就直接进入第一个主题 你知道吗 现在AI的算力竞赛已经激烈到一个程度就是 地球上的资料中心好像已经不够用了 那下一个战场在哪里 没错 就在我们头顶上 在外太空的轨道里 马斯克他最近就丢出一个超大胆的预测 他说 三年之内在太空中做AI运算 成本会是最低的 你没听错 在太空哦 这听起来是一些很像科幻电影 但这可不是随便说说的 这背后是一个超级有野心的计划 目标就是要彻底改变全世界的算力版图 诶 那这到底要怎么做到 其实原理说穿了也不难懂 简单讲 就是把装了AI晶片的卫星 送到第一地球轨道上面 你可以想象 这就像是在外太空盖了一大堆小小的边缘运算中心 所以资料不用大老远传回地球 直接在卫星上就处理掉了 最后只把最重要的结果传回来 那这样做有什么好处 好处可大了 最直接的就是对网路频宽的需求瞬间少超多 整个效率当然也就大大提升了 那这个计划的规模到底有多夸张 你看这个数字就知道了 一百泰瓦 这是什么概念 这是他们设定的 每年要达到的AI运算能力目标 而且哦 为了达成这个目标 他们甚至还打算跑到月球上去盖工厂来做卫星哦 这真的太疯狂了 这也代表说 AI的基础建设已经不只是盖资料中心了 而是正式进入一个星际工业化的新时代了 OK好 我们从外太空回到地球 硬体的竞赛都打到太空去了 那软体这边呢 模型之间的战章也来到了一个新的高峰 这礼拜的重头戏啊 就是OpenAI跟Google 这两家巨头的正面对决 我们直接来看这张比较图 两边的策略就很清楚了 OpenAI这边 他抢先发布了GPT 5.2 这招有点像是先发制人 主要目的就是要守住他自己的生态圈 那Google的Gemini 3呢 他就像一个非常强劲的挑战者 在各种跑分测试上 都咬得非常非常紧 所以啊 这就透露出一个很明显的趋势 现在最高阶的AI模型市场 已经是这两家在玩了 变成一个双头垄断的局面 这个竞争会非常激烈 而且会直接影响到未来几年 所有的开发者跟公司要怎么选边站 好 问题来了 这些科技巨头在那边神仙打架 跟我们一般使用者到底有什么关系 有什么好处呢 嗯 答案很直接 就反映在我们每天在用的工具上面 尤其是Google的Notebook LM 它最近就迎来了有史以来最大的一次更新 这次更新最核心的改变是什么 就是Notebook LM 它不再只是一个帮你读东西 做笔记的工具了 它彻底变成了一个行动创作工作室 没错 意思就是 你的手机现在就是一个超强的 知识整理和内容创作中心 这次更新 直接给了它三大超能力 第一个是视觉输入 意思就是 你现在可以直接用手机去拍 比如说开会的白板啊 书本的内页啊 拍下来 它就直接变成你可以分析的资料 超方便 第二个是一键生成图表 你可以在手机上把你那些乱七八糟的笔记 啪一下 瞬间变成超漂亮的资讯图表或简报 第三个 音讯同步 现在你可以用听的来复习笔记 就像听Podcast一样 而且你在手机上听到哪 电脑上也会同步 学习完全无缝接轨 哦对了 还有一个更新 虽然听起来小 但对很多上班族或研究人员来说 超级重要 就是它现在支援Word的DOCX档了 这代表什么 代表你可以直接把你学的报告草稿 公司的内部文件 直接丢进去让它分析 哇 这个应用场景一下子就扩大超多的 好 接着我们来看 另一个很关键的趋势 那就是AI正在打破各个APP之间那道墙 你以后可能不用再开好几个软体在那边切来切去了 因为AI会把它们全部串在一起 变成一个更聪明更顺畅的工作流程 那这礼拜这方面最重量级的消息 绝对就是ChatGPT跟Adobe的合作 这代表什么 代表用聊天来修图的时代真的来了 你想象一下那个画面哦 你只要在ChatGPT里面打一句话 就跟聊天一样说 帮我把这张照片的背景换成漂亮的星空 然后他就会自己去呼叫Photoshop 把这件事搞定 这完全改变了我们跟这些专业软体的互动方式 以前是要去学一堆按钮在哪 现在只要用说的就好了 当然Google这边也没闲着 他们推出了一个叫Workspace Studio的东西 这是什么 这是一个超酷的工具 它让任何一个人 就算你一行程式码都看不懂 也可以自己打造专属的AI小帮手 你可以叫他帮你自动翻类整理email啊 甚至处理一些比较复杂的公司流程 这就让公司导入AI自动化的门槛 一下子降低了非常非常多 好除了这些超酷的工具之外 其实整个AI的生态圈 也正在快速的长大 变得更成熟 这礼拜我们就看到 在媒体教育还有资安标准 这些方面都有一些很重要的发展 这边我们很快的看一下三件大事 首先X平台也就是以前的Twitter 它的Druck推出了AI新闻主播 可以帮你客制化 用轻的来吸收新闻 再来OpenAI推出了官方的免费认证课程 他们想要帮大家建立一个 AI技能的标准 最后一个很重要的资安组织 叫OASP 他们发布了针对AI agent的 十大安全威胁清单 这对公司来说超重要 因为它提供了一个 很关键的风险管理架构 OK 我们聊了这么多 从天上的太空竞赛 一路聊到我们手上的APP 那到底有没有一个共同的趋势 可以把这些事情全部串起来呢 我觉得这礼拜AI的发展 其实可以从三个维度来看 第一个是高度 也就是运算能力 它突破的地球的物理限制 直接冲到外太空去了 第二个是深度 也就是GPT和GEMINI 这些模型不断在往下挖 探索智慧的极限到底在哪里 那第三个也是跟我们 每个人关系最密切的 就是广度 AI现在正全面的 无孔不入地 渗透到我们数位工作的 每一个小角落 好 我们来快速回顾一下 这礼拜的重点 第一 AI的算力竞赛 战场已经拉到外太空 第二 GPT 5.2和GEMINI 3 正式开启了 模型大战的新时代 第三 Notebook L大进化 变成你手机里的创作神器 最后 AI正在直接住进 你最常用的软体里 像是Adobe和Google Workspace 最后留一个问题 给大家一起想一想哦 你看 当 AI 在云端 在我们的手机上 把越来越多内容创作 和资料分析的工作 都自动化了 那么再过个一两年 到了2026年 你觉得我们人类的 哪一种技能 会变得最有价值呢 好啦 这就是这周的内容 请记得按赞订阅 还有分享哦 我们下周见 拜拜